年度選美盛時 2024香港小姐競選 經過瑞斯一位者的觀眾投票之後 15位入圍佳麗正式誕生 昨日亦首見傳媒 大會安排即場進行編號抽籤 由在現場宣布禁隔港者的5個外景拍攝場地 包括內蒙古、塞班、新加坡、菲律賓碧及香港 每個地點將會由不同女藝人帶領3位佳麗 我們收到獨家消息 麥美欣、何佩嘉及陳怡德將會隨團出發 而身為師姐兼港者思宜的麥美欣接受訪問時 就說因為不需要比賽 所以她的角色是輕鬆的 亦希望可用最短的時間 分享自己一些個人經驗給她們 此外大會亦在現場公布瑞斯入圍者中 5位人氣最高的佳麗 分別是魏諾琳、梁佳瑩、李曼思、陳甜蜆及吳子靜 對於成為5位得票最高的佳麗之一 有成大李嘉欣之稱的魏諾琳表示榮幸和開心 並澄清自己沒有出道及組女團 只是和一班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一起cover一些韓國歌 對於當時所出的寫真 她就指寫真是一班女生很隨意一起去海灘拍的美照 而不是一些不好的東西 之後被問到是否不再鋪泳照 她就說 那也不會 因為我們要大方顯示自己的身材 而且穿泳衣的時候大家在決賽都會看到 我覺得都不是一些很不得體的東西 而且現在的年輕人都很喜歡去沙灘打卡拍美照 而有黑板中禮奇之稱的梁佳瑩 感謝投票給她的網民 還說 至於李曼斯同樣感謝網民的支持 問到有沒有因為參選港者而清晰社交平台 她就說 沒有啊 沒有啊 知道 對 照舊 我覺得做回自己 欣賞你的人會欣賞你 不欣賞你的人不欣賞你也沒辦法 另外 較早前社交網友疑似性感露露上身 和及現場的吳芷靜 就趁身解話說 我是很喜歡現場的 嗯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是哪一個 上 那你有沒有吸引的習慣 是不是有吸引 沒有啊 導演上面很多人是敢玩的 都沒有點上 就是玩一下 就是玩做東西 對呀 而疑似性地拿露上身的相片 她就解釋了 健身啊 我覺得自己好fake嘛 有心的 是不是